這個消息也要繼續來看 台中市的社會局現在要集 有來訓練四十八位 為四不像中愛家 來做這個優先餐廳的地方 就是要照到英國旗主席 用餐的這個經驗 來向這個餐廳的業者 提出改成的建議 身心障礙的朋友 要外出用餐往往是很困難 尤其是國華這樣行動不變 必須要靠倫意來擬人 獨到的造業更是多 餐廳要到餐廳吃飯 就要考慮很多 甚至是放棄多出 大部分都是一到門口就上不去 它有一個高低差 有一個門檻 我們要上去的話 如果說一般電動輪延 是會放棄這一家 台中市政府為了 讓身心障礙的朋友 可以走出家門 只有48個身心障礙者 單人就派完 到餐廳來清新體驗 而且向鴨廳提出改成的建議 市府推動一年來 已經有將近200間餐廳 加進悠山餐廳的行列 我們就在短短的一個禮拜年 把所有該修正的都修正 所以他說我們可以 願意跟他們配合他們很開心 所以就希望我們成為他們的友善餐廳 那我們就說好 由這個身心障礙的朋友 他們自己做的輪椅 然後去做整個這個空間 無障礙空間的這一個檢視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發現有非常非常多的 台中的非常多的餐廳 他們以社會企業的精神 願意來配合 當時小火球表示 養餐環境的不便 不然是對身心障礙的這些是阻礙 對老人 有身的婦女 也是阻礙 不然希望業者 可以由出入口的落差 走到的冰村 到他的邊緣 要和白天的服務來改善 提供更優先的環境 記者台中 總好報道